中国总统川普身边的随护 确诊感染武汉肺炎 让整个白宫还有第一家庭 都陷入被传染的高风险之中 虽然川普表示 他很少跟这名随护有接触 但随护来自美国海军 精锐部队派驻白宫 他与川普和第一家庭的互动 非常密切 而且他最后一次进出 椭圆形办公室的时间 也无法掌握 随护人在白宫执行时 出现症状 总统医疗团队不敢大意 立刻替川普进行检测 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川普身边有人确诊 三月份川普曾与巴西总统 波索纳洛会面 同桌吃饭的巴西总统发言人 回国后确诊感染 副总统彭斯办公室的员工 也有人曾染疫 虽然这一次白宫发声明表示 总统与副总统很健康 但川普出席活动 没有戴口罩或保持社交距离的习惯 看在专家的眼里相当让人忧心